哈哈是个很实在的中国男孩子 她通过老胡的介绍 和莎莎认识后 一直都在尽心尽力地帮助丈母娘家 哈哈带着莎莎从中国旅游回到老郭 丈母娘看到女儿又白又胖 对哈哈这个中国女婿非常满意 老挝的天气很热 哈哈给丈母娘添置了衣柜床和一些必要的家具 又开始帮助丈母娘家改造厨房 丈母娘脸上每天绽放着喜悦的笑容 邻居们都羡慕丈母娘有福气 找了个中国好女婿 这些天哈哈一边忙着办理她和莎莎的结婚证 一边忙着和丈母娘一起看土地和房子 他们看了一处土地和一处房子都不满意 刚好丈母娘家旁边的房子要卖 丈母娘很满意 哈哈觉得太贵离万象又远 没有升职空间 也感觉能力有限 有些网友劝她哈哈回中国生活 没必要在老挝买房子 不想买就不要去看房子 免得丈母娘空欢喜一场 老挝人又不傻她也有自己的想法 莎莎老挝有个家丈母娘才安心 做母亲的是想让女儿未来多一份保障 哈哈认识莎莎以后就把丈母娘家当作自己的家 把丈母娘当亲妈孝敬 对莎莎的弟弟和亲人都非常的好 他们从中国回到老挝后 哈哈心疼丈母娘睡在地下会腰疼 就去给丈母娘买了柜子和床 丈母娘人生第一次拥有了漂亮舒服的大床 高兴的和布龙嘴一个价的对哈哈说 谢谢谢谢你 丈母娘很心疼女婿为她花了太多的钱 就不让哈哈再做厨房了 哈哈兼职给丈母娘做厨房 她想把丈母娘家弄得好一些 她和莎莎回到中国 丈母娘生活得好 他们也放心了 哈哈虽然不是很有钱 但是能负重承担起一个男人的责任 努力地帮助丈母娘过上称心如意的生活 哈哈开始给丈母娘改造厨房 老窝厨房太落后了 简直是原始状态老窝人蹲着做饭 也不卫生哈哈建了个中国式厨房 贴了洁净的瓷砖 莎莎看到厨房贴的瓷砖 看到如今的生活越来越好了 不由得想起已故的爸爸 伤心难过地哭了 车祸夺去了莎莎爸爸的生命 使家庭遭到了不幸 记得莎莎去中国时候 她把爸爸的照片放入银包中 说要带着爸爸一同去中国看看 可想而知莎莎心里是多么的怀念爸爸 可怜的莎莎爸爸要在世 看到莎莎现在的幸福该多开心 厨房改造得很漂亮 哈哈花重金给厨房买一套最好的造具 煤气灶功能一边还是防风的 看着丈母娘开心的笑容 哈哈觉得一切的付出都值了 丈母娘把厨房台面擦得干净赠两 丈母娘第一次在煤气灶上做老窝美食 节省时间还干净卫生 她激动地说 现在做饭舒服又方便 刮风下雨她都不害怕了 新的厨房建成了又买了新的厨具 家里家外焕然一新 丈母娘别提有多开心了 老窝人喜欢买土地盖房子 莎莎的老窝亲戚买了块土地 丈母娘要去看一下 刚好老胡和阿米也来到莎莎家 他们一起去看了土地 莎莎的亲戚买的这块土地很平整 价格还不贵就是比较偏远 离万象很远 增值可能性不大 丈母娘也没有看中 后来丈母娘又看了一处房子 虽然比较偏僻 连地带房才12万人民币 丈母娘觉得很值有些动心了 哈哈 毕竟是见过市面的人 她没有看上这套房子 觉得这套房子离万象很远 又是偏僻的农村 房子还很旧 车子开不进来 出入还要经过别人的地 价格再便宜也不能买 买土地买房地理位置很重要 只有买万象高铁站附近的土地和房子 才有生殖空间也好做生意 这两天刚好丈母娘家旁边的房子要卖 丈母娘对这套房子很满意 也许有网友认为老窝丈母娘从开始什么都不要 不想让孩子们花很多的钱 现在却想让女婿买土地和房子 这种变化也太大了 老窝传统习俗 男人一般是要去做上门女婿的 女儿招罪养家哈哈 虽然不是上门女婿 但是莎莎是家里的老大 在老窝家里老大肩负着养家的责任 老窝人也不傻 如果哈哈把这处房产买过来 莎莎远嫁中国丈母娘也安心了 因为女儿在老窝有了房子 女儿未来的生活就有了一份保障 可是哈哈最终还是决定不买了 哈哈 每次看土地和房子都有一个习惯语气 总是问丈母娘 妈妈喜欢这个房子吗 建议哈哈不买房子 就不要用这样的语气问丈母娘了 丈母娘每套房子都喜欢 你问了又不买岂不是让丈母娘更加失望 哈哈 不打算在老窝发展就没必要买房 20万人民币在老窝买房 不如回国在县城首富买套不错的房子 孩子将来就可以在城里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 再把丈母娘接到中国 享受儿孙绕妻的幸福生活是多么的美好 我把我扔了 我扔了